好,在这一边呢,这一个人他骑脚车,他速度是这样,然后用了这么久的时间 然后接着他加速,变成这样,用了这么久的时间 他要你找他经过的距离,然后要你把它变成那个quartatic patient 首先呢,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,就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其实我也不需要的啦,就我自己本身知道Distance等于Speed乘Time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人他不会的话呢,他就DSD,Distance,D是X乘Time 所以我们知道Distance等于Speed乘Time 这个是我的Speed1,这个是我的Time1 这个是我的Speed2,这个是我的Time2 这个是km per hour,然后这个是hour 这个是km-1,这个也是hour 所以他单位不用换了 So,我们的那个Dotal Distance OK,Dotal Distance 就会是等于我的D1加D2 也等于我的那个Sete加S2T2 所以我的3X乘X-3加3X-5乘X-4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,我这一个这样跟它乘进去 乘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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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,所以他就会变成3X2-9X加3X2-12X-5X加20 然后他就会变成6X2-6X加20 OK,好,他讲要写成Quadratic Equation的Form 所以这个已经是Quadratic Equation的Form了 我的Distance等于这个 通常我们就Y等于MX加,Y等于AX2 Quadratic Equation是Y等于AX2加BX加C 这样的东西啊 所以我的Distance等于6XY-26X加2X 然后他说他骑了一小时 他问他能他燃烧的多少的卡路里 OK,在这一边呢,他说 骑15分钟等于走路45分钟 然后会燃烧4百卡路里 所以这样其实就是说骑脚车15分钟会燃烧400的卡路里 现在他骑了一小时 所以我们的这个V的部分呢 他的Time呢是一小时 也等于60分钟 也等于4个15分钟 所以他的那个什么卡路里燃烧的话呢 是400然后再乘以4 1600那一个卡路里 然后这个就是他答案了 大家可以简介绍我 我可以 你可以 你 你